今天天很热,尤其大棚里面更热,虽然外面是阴天,摘一个瓜尝尝 知道这是什么瓜,不知道 绿宝甜瓜,绿宝甜瓜 这个瓜非常甜,非常甜 但是为啥现在种的人越来越少了 并且有很多人说这个瓜不甜,原因在什么地方 先给大家打开一口,大家看一下这个瓜 我们傅老师团队种绿宝甜瓜,种了十几年了 从开始的摸索到现在,说实话也交了不少学费 这瓜我们种的是德心应手 薄皮的甜瓜,甜不甜,到底甜不甜这个瓜 很多人说以前是喜欢吃的一包,现在不吃了,就是因为不甜 这个瓜,是目前薄皮的甜瓜当中最甜的一个品种 你说绿宝不甜 咋说呢,因为这个甜瓜,这个行业当中有很多秘密 消费者往往并不知道里面的一些行业的规则在里面 咋说一下吧,正常的甜瓜,不可能让它长到八成熟,九成熟就采摘 六成熟就要采摘了,我想呢,六成熟的瓜,重量是最重的 农户,种植户不差,收购商,他也不会说看你这个甜瓜的口感 还是看着什么呀,看着别人已经给我两块,你只要一斤给我一块五 那我就收你的瓜,在整个的运输当中,这个甜瓜就慢慢变熟了 但是六成熟采摘的时候,它的糖分积累根本都不够 这就是为啥说不甜 所以说呢,这个甜瓜行业当中啊,有很多的一些内部的一些规则在里面 为啥有些人,说啊,你甜瓜买了以后,你要放两三天,放个四五天,为啥要放啊 控除呗呀,是吧,哈哈哈哈